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又不知Benson你会讲什么项目呢 由本地地产到海外房地产都介绍过 今集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一些骨灰鸣位 机缘巧合下我之前认识了一位朋友 带来到屯门骨灰鸣位的场所 叫做善果的一个地方 我去参观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 在屯门交通非常方便 现在在轻舌站步行过去都是三至五分钟 是一个骨灰鸣场 它里面和一般骨灰鸣场有点不同 其实来说每一个人生死 都会有生老病死 其实我曾经听过一个坎如鹤的大师说过 死了之后要有一个好的地方 去安葬自己 其实是一个叫做福音后人的一个 对后人是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家山的东西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朋友 带来到屯门去香港屯门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些骨灰鸣的场所 那个地方环境非常之好 风水也非常之好 趁着这个焦点视频 想介绍给大家 但是有些人都会第一砍头就问 年终见不少新闻 就说要扫荡骨灰鸣场 Benson你这样善我 我投资了一些 跟着之后有些问题 会不会 不会的 这是一个合法有牌照的骨灰鸣场 我去参观那个环境 非常漂亮 不会有一个感觉 让你觉得它是很阴心 或者是很不舒服的感觉 它是也有不同的宗教形式 给大家去选择 例如有天主教 有佛教 有道教 也有无宗教的一个位置 给大家去选择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合法 有牌照 最好 第二 它就是有契的 其实是一个物业 来的 投资产品 可以这么说 那 我翻查一些记录 这些骨灰鸣场 在当年2010至2012年 也是同一位投资者的 另一个鸣场 它们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5万至10万港元 一个位置 到现在 到现在 这些位置 升幅已经去到 二十多三十万 升幅有三倍多 接近四倍的升幅 是的 其实 即是和一些住宅物业 差不多 和香港的地产住宅物业 当年我们在屯门买一层楼 可能2010年 一几年的时候 可能在屯门买一个物业 都是几十万的 现在呢 那些在屯门的物业 或者在屯门 可能都要升到三四百万 一个 这样 是的 其实都是有它的 投资价值 它会有升幅 其实每个人 亦都需要的 当然你会说 我上了 政府都有 去食環柱牌 当然 亦都可以选择 亦都 可以选择 我不需要 杀灰 因为现在政府都 说去宣传 叫人 不如杀了 去杀灰就算了 这样 但是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曾经 听过一个 玄学的大师 我看过他的片 他说过 其实人死了之后 虽然你说杀灰 可以很瀟灑地离开 但是 就是 在我自己的想法 人死了之后 离开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地方 去安置他 因为他在生的时候 他这么努力 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家 为了一个地方 他死了之后 如果你去没有一个地方 去安置他 他会是 对后人 都会有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影响 听说 因为叫做家山 就是我们以前的说法 家山有福 家山法 你连个山 连个山坟都没有给一个后人 你的后人 那个事业 或者各样东西 都未必会有那么好的影响 我听过他说 譬如 阿爷的家山 就是福音了孙子那一代 一路一路传下去 当然你说 我等政府那些都可以 当然 等于 你 如果买楼 也会有人买私楼 也会有人买居屋 或者有人住公屋 大家是不同的选择 所以我曾经参观过这一个 善果 这一个地方 我觉得 非常之 非常之好的一个地方 风水 我就不太懂 但是进去 我的感觉 就觉得很舒服 背面有一个山 装修很漂亮 进去有一个大堂 有不同的宗教 交通也都非常之方便 是轻铁站走过去 都是三分钟 是 那就会到这个地方 如果开车的朋友 亦都 停车的地方非常充足 其实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要去拜祭 要去拜山呢 其实就是 遗传 流传这些习俗 出来呢 其实都是 想你们的后人 每年 春秋二祭 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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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怀念你的先人 纪念你的先人 你后人 亦都有一个凝聚力 大家每年见一见 在一个地方 吃下东西 聊天 怀念一下先人 这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地方 Benson 我也想请教一下 刚才你从几个方面提及到的 我也知道 在房地产 无论海外物业 或者本港物业 你也有些投资心得 很多时候都和我们分享 刚才你也说过 骨灰位 亦有别于 一般的地产 香港的地产 但是在你的角度来说 其实你觉得 那个 升幅 或者可能 它的稳定程度 其实是否 相对来说 比一些基金 股票 比较好呢 在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 因为始终 它也是有一个物业 有一个契 是一个实业 即是说 它是一块地 把它分开很多个位置 这样捱给你 其实你也是有一个业权 在那儿 比起一些 基金 股票 投资 当然 你看到市场 不是那么稳健 也会有升有跌 有不同的浪潮 始终它是一个实业 它始终都会跟随 这个通胀去升 等于楼市 大家看看楼市 由2019年到现在 三年 虽然股市和楼市比较 大家可以比较 股市跌了40%多 楼市也是跌了10%多 是的 这些所谓的阴窄骨灰位 其实它是合法的 有一个契的 它是一个物业 可以这么说 算是一个物业的投资 所以它会随着通胀 慢慢上升 到你十年后再买 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价钱 可以这么说 看回这些骨灰位 十几年前 十年前 是说十万元以下 但是现在已经去到三十多万一个 如果再过十年 我估计可能 起码都要五六十万 四五十万一个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我又这么看 香港有层物业 香港人 有不止一两个物业 一个两个物业 你在那个物业那里套 套少少钱 几十万出来 去为自己的将来打转 为自己的儿孙去打算 可以这么说 去投资一个这些位 不用他们去烦 不用自己走之后 去排一些政府的骨灰位 都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想说多一点 就是譬如现在香港很多人 移左民 移民潮 它有一个服务 就是可以网上预约 去拜祭 去网上预约 和网上去买一些制品 譬如真的 以外文回不到 你香港拜祭 我们可以在网上 或者WhatsApp 打电话过来 他们会有工作人员 帮你去买一些制品 放在你先人的鸩位 譬如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饮饮力多 喜欢吃蛋撻 你可以叫那里的工作人员 帮你去那里买制 都可以 付钱便可以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服务 我觉得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了解多一点的话 不妨可以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Benson的联络方法 可以向他询问 请假 下一集 我们再和Benson 聊聊其他 值得我们留意的项目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